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刚讲到了马克宏成为最大的 以美论者 其实他这一回到了中国大陆 真的是拿回了满满的订单 收获满满 所以他还特别发了Vlog 来总结一下访华的行程 还提到了促进和平稳定繁荣 相互的动力 那我们看到中国日报的 欧盟分社的社长他提了 他说向法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致敬 因为其实很多欧洲国家 就是不太敢就走出自己的道路 好像都得要听美国 所以人家讲说现在欧盟都不太像欧盟 好像变成了一个北约的附随组织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马克宏感觉已经特别走出了 不一样的道路 因为他当初也是讲说 北约已经脑死 他一直有想要脱离美国的 这样的一个定调路线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看看他这次访华 光是在这个160架 这个空中巴士这样的一个民航机 金额就高达了200亿美元 而且中法双方在2022年的贸易额 达到了5416亿人民币 也占了中欧贸易总额的将近一成左右 那马克宏其实还没有说 要站在中国这一边 但是已经很多美国的媒体已经开始 就开始在做相关的报道了 就比方说Politico就说 马克宏说不做美国跟班的事情 还专门配了一张这个马克宏 站在五星期前面 就是中国的国旗前面 讲话的这样的图 还不断的强调说 马克宏很推崇中国的观点 就开始已经抹红马克宏 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措施 那我们看看这个华尔街日报讲说 是美国支援才下令 这个欧洲可以抗恶 欧洲的能源和武器都是靠美国 那你现在马克宏却说 欧洲不想跟着美国走了 这样子的话是要报复你了吗 这样搞的话 我们美国就要从欧洲撤走了 我们所有力量都要来对付中国 还有有这样的话出来 再来你看看这个马克宏防北京 就被人家讲说 有些专家还看衰 你说什么表面风光而已 有专家也不知道哪来的专家 就讲说 横耿于中欧之间的棘手难题 很难一蹴就击 也很难化解 那双边的关系也会因为一些 这个政要这样到法 就会改善吗 他们是说恐怕不乐观 今年的回温是不可能的 就开始有这种唱衰的声音 那可是你看看 马克宏满载而归 马上紧接着要来的是 卢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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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这样的翻译 那他其实本来是在 三月底的时候就要来 结果那时候就是因为 身体有恙 所以就延迟了 可是尽管延迟了 他还是插了一个空档 特别赶紧 又四月初 我好了我好了 就安排 四月十一到十四号 来帅团访中 那结果这一回 规模又扩大 因为他延迟了半个月 所以本来报名的人 来不及报名的 赶上了 这样子突然这个代表团成员又再度扩充 所以现在变成三百人之多 原本大概只有两百多人 所以你看他这代表团里面包含了 什么内阁部长 州长 还有议员 以及两百四十名的商业领袖 因为他们说这次要签二十项 这个经贸协议 有望推展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进程 而且双方也会讨论到一些恶务的局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中巴双边的贸易额 已经超过了1700亿美元 那中国大陆也是连续十四年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甚至还有专家讲说非常看好 因为这个巴西是目前还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北美洲 算是还没加入的这个稀少的国家之一 那接下来有可能他们就会在这一次来讨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议程 那很多巴西的企业家也非常看好 就是说希望可以深耕中国市场 然后共同来这个发展这些相关的机遇 那这个企业们也是带着诚意而来 说要带着合作离开 紧接着这个欧洲高级代表柏雷利或者是波瑞尔 有不同的翻译 也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在13号到15号的时候 所以你看华尤发了一篇 他就说这个习近平用魅力拉拢了法国跟中东 中国的世界新秩序正在形成 那美国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当中 所以你看看这个中国的影响力 当然在金砖国家里面可以看出来 发挥最大的机制 像图尼西亚也严拟要加入到金砖国家 那他们酝酿8月份要公开新的货币计划 直接就要来挑战美元的地位 他们讲说接下来可能是使用某种数位货币 来挑战美元计价 所以很多人讲说 这个可能分析师说这个美元主导的地位 对于有一些国家来说是个债务 大家都开始陆续在抛售美元 或者是换成其他的货币 那金砖国家的GDP出炉 现在印度是增速第一 然后巴西中俄也都排在后头 那以这个金砖的这个整体的购买力来说 也已经超过了G7 这是不是代表着美元的翻转时刻呢 因为就从这个像电影《让子弹飞》里面讲的一句话 只要有人能带头调动那些盲目而被操动的群众力量 哪怕是固若金汤的凋楼也容易被破 所以美元的霸权也许还在 但是呢翻转的时刻到了 就根据Swift来讲 去美元化的浪潮已经看出来 从人民币的结算大幅增加 现在目前排名已经到了这个第五位 就代表着美元好像越来越难称霸全球了 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 其实美元今天它这个面临 也不能说是很大的危机啊 面临一些小小的危机啊 大部分的责任它自己造成了 它自己把美元的全球信用给搞坏了 最主要就是这次俄乌战争 它在这个美国串联欧洲一起 来没收啊一个外国政府 还有外国的个人的 在他们手上掌握的资产 这就是你存在我银行的钱 有一天我突然说这银行 我把你钱没收了 你不能够你不能够 这个钱已经是变成我所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说 你不管是一个货币也好 或者说你是一个货币储存的地方 你的金融机构啊 这是最大的忌讳 可是美国犯了 就是犯了 过去大家对美国这个保障私有财产的这一点 还是很有信心的 可是这次俄乌战争 美国居然这个是天条不能犯 就它自己犯了 所以这个是很多很多国家 对美元还有就是说 把资产存放在美国 美国欧洲 尤其是美国来讲 失去信心的 一个最主要原因了 那你看现在反应比较激烈的 中国大陆并没有很激烈反应 中国大陆一直在推动 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 它是一个很 怎么讲一个很 不是一个照进的一个过程 没有那么快 可是最近很多国家 他们对于美元 的信任上市以后 他们采取措施是 我觉得比中国大陆还那个 尤其是这些石油 掌握大批能源的国家 掌握石油出卖 就是说销售能源 赚到了大批美元资产的这种国家 以沙特为主 那么还有海湾 海湾国家 还有这些 比如说伊朗 他们基本上对美元 更不信任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找 另外一种工具 来跳过美元 那所以这个就是美元 今天造成这个危机 最主要原因 归根究底 还是美国滥用它美元的 这个国际信用 那么用这个信用 大家过它长期信用 它孤注意志 造成的结果 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说 美国自己本身的财政状况 现在不断地坐吃山空 它的国债现在 31.4兆 而且不断地在增加 也就是不断地挥霍 而且在它的收支上 不晓得节制 那大家对这个美国整个经济体 那么也是美元的最大的载体 失去信心 所以这个都是美国自己造成的 不过我刚刚看了就是说 像我们就觉得美国现在是 全面性发动这个 这个舆论围剿 这个马克宏 这是必然的 因为这个对美国来讲 维持它的全球霸权 而且全球这个 反俄反中统一战线来讲 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你看它这个 这个用语都很重 我觉得华尔街日报 讲这句话 已经讲得很明了 就是说你们 欧洲人 你要走这一路 那我就撤出来 那俄罗斯你自己来处理 那说起来这是美国人角度 看起来好像可以威胁到俄国人 欧洲人 其实这是欧洲人 最真正就想要的 对 你美国就撤出吧 而且说实话 美国今天跟欧洲 如果这个 斩断 割袍断义的话 美国这个霸权就垮一半 今天美国这个霸权 基本上建立在所谓的 跨大西洋联盟之上 没有跨大西洋联盟 美国第一个 他过去这种强盗行为 找不到道义之称 对 你要做强 你要做强权 你没有道德之称 你就是一个强盗 那欧洲人过去 再在后面帮他支撑的 所以美国这个 这个华尔街时报 写这个文章 我觉得最好让他实现 因为这个一实现 美国霸权就垮了 好 你接着陈嘉赖老师 我觉得两会 已经确认了对台的政策 就是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两岸的问题 我想这个定调欧洲的法国 其实他们也都看在眼内 那把台湾议题割一边是合理的 因为除非你把台湾议题要拉进来 主要目的就是要挑动两岸的战争 可是挑动两岸的战争并不利于欧洲 因为欧洲需要的半导体 很大部分是从台积电 从台湾来的 所以两岸的和平 其实对于欧洲来讲是有利的 那现在马克宏改善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那他认为台湾的议题 不要是成为欧洲的议题 那他当然也希望台湾的问题 就不要发生战争 都用和平的方法慢慢解决 那这个部分里面 大家都有共识了之后 都朝这个方向走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那对于台湾的台独意识的压制 制约签制也会产生作用 所以你看台湾现在有一些 跟亲绿的或是台独的媒体 像跳脚攻击马克宏 批评马克宏 骂得越大声的 甚至我们的一些官媒 本身骂得越大声的 或是引用的都是过度翻译的 这些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心态是什么 都较昭然若揭了 大家都完全看清楚了 但是美国现在发动的 舆论战认知战对于马克宏 我觉得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那马克宏挺过来了 我觉得美法的关系会产生变化 会比以前更加的不好 那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有邀请马克宏 就是法国出席 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 今年要召开第三届 有二十几个国家法国同意了 所以如果马克宏今年又到中国来 那双方的关系又再往上升一层了 然后马克宏也邀请习近平 明年到法国去出席 他们六十年建交的 这个中法的合作年 那习近平应该也会答应 去的话那就再往上升了 所以安排后面的两次的见面 这代表说马克宏不会轻易低头 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要硬压下去的话 这个对美国不见得是一个好的盘算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如果华尔街日报讲说 这个美军要从欧洲撤离的话 那很有可能那就形成了 欧盟跟北约的撤离分裂 那也就是欧盟的国家 如果从北约退出来 那北约剩下的美国的盟国 就只要没几个国家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会产生欧洲的很大的变化 欧盟会寻求的政治的方法 跟俄罗斯保持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这又是另外一个景 另外一个画面 我觉得地球都在转变 巴西这次很明白了 人还没有出发 就已经迫不及待的邀请习近平到巴西来访问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巴西的鲁拉确定 是希望能够加入一带一路 所以他希望中国大陆 习近平到以后 那么更有更大的破坏 那么建构双边的一带一路的发展 最后一个就是金砖五国的扩容 看起来是朝这个方向在走 也就是说目前来讲 有13个国家都表达了意象 要加入金砖五国 有六个国家已经提出申请表了 这六个国家都不是小国 包括埃及 沙地阿拉伯 伊朗跟阿联酋 这些都不是小国 还有北非一个另外很大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金砖五国如果扩容 再加上用多币种 然后用数位化的货币的话 那美元在这么庞大的人口区 它本身的霸权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好 我们来请教赵教授 对 我看那个非美容化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 我们现在看未来的世界 整个大的趋势的发展 基本上我们要从经济实力的对比来看 经济实力对比 当初我记得那个苏联 前苏联垮台的时候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经济 因为他经济没有办法支撑他的军事扩张 甚至于他的权力的合法性 共产党这个专制统治的合法性 都受到怀疑 老百姓生活过得不好 但是中国崛起而没有像西方所预测的那样 中国变成一个倒下的骨牌 跟前苏联一样 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的问题 所以这个经济将来我想是 我们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的时候 我非常重视这个经济这个因素 因为你看这个非美元化就代表了什么 代表当然还没有到东升西降的地步 中国也不会说太自以为 自己太过度信心 但是现在看起来 一般这个世界也很多国家 尤其是中小国家 我们讲中等发达国家 其实对于美国的美元霸权 是开始这个信心的 开始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那从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 当时中国崛起这个概念 是从2008年开始的 那回景到那个时候 崛起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因为中国它成功的用它的体制 来度过金融海啸 所以让西方国家发现到 就是中国它可以用它的体制来处理 就经济这个问题 经济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点会使得 会使得就是未来 当中美开始进行这个所谓战略竞争的时候 很多国家 它就开始对这个美国 以美元为霸权的 以为基础的 这样一个强权 开始就开始怀疑了 或者是开始没有信心的 那么他们纷纷 在经济上面它要选边站 因为经济它本身 这个经济利益它是非常简单的 有利可图 就倒向哪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想美国 它尤其面临的 刚刚各位也讲了 它从赤字 那么高度通货膨胀 然后联准会就拼命加息 造成整个世界金融体系一片混乱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它要自己向内部 向稳固好 否则的话 它想要继续维持这个 所谓的美元霸权的地位 我觉得它可能会面临 不止是面临中国的挑战 像印度卢比 卢比印度 它卢比 很多国家它也开始要 希望才能用自己的这个壁字 作为结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新闻大白话 我们看到现在 美国的经济状况 真的是令大家担忧 但是拜登现在更关心的 是不是自己的选举 NBC有讲到说 拜登说他自己计划参选 2024的美国大选 但是还没有准备好 正式宣布 那他现在已经开始 有一连串的动作 比方说还联手网红 要来供年轻人的选票 在白宫还特设 专属的简报室 那可是我们看到 国会山报就提到 这个现在美国联邦政 这个财政次制 这个前 本财年 前六个月 都已经达到了 1.1万亿美元 是高于去年的同期水平 所以现在这个国债的记录 是史无前例的 就有这样的众议员 就提到说 你再不解决的话 恐怕要祸及下一代 而且美元 是不是正在死亡当中 话说那么重是谁 是马斯克 他讲说 这个美联储 你必须快点降息 你应该要 这个金本位恢复法案 好 这个就是来 这个利好 这个比特币 那可是美国的前财长 也提到了 美国的经济衰退 可能这个几率会再上升 日经也不看好 日本是美国的这个小老弟啊 但是他讲说 这个欧美的银行危机 恐怕还要再折腾好几年 另外一位 这个美国总统的参选人 小罗伯甘乃迪 他提到了 他说 中国在发展中的国家 搞建设 但是美军呢 却是到处轰炸 这简直就是一个笑柄 这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 以美论 这个美国人 自己也在以美论 他说中国用非常熟练的 投射经济的力量 正在取代美国 也证明 美国输出战争的做法 已经是失败了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马斯克 现在布局中国 也让美国很跳脚 他现在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除能超级工厂 现是迁了 现在第三季 可能就要开始动工 来产这个特斯拉 超大型商用除能电池 他还说 就是现在呢 他对于中方的这个 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他十分的看好 可是美国很多人就不乐意啦 比方说像这个 美国的国会的中国委员会主席 他就讲说 我对于特斯拉 在中国的依赖感到担忧啊 那川普的测试 前测试 班农 他也提到说 中国共产党是马斯克的金主啊 然后你看哦 其实大家就觉得 这个你看 马克宏 然后这个马斯克 马英九 人家现在讲说 姓马的都被抹红啦 真巧啊 现在所有姓马的 通通都是中共同路人吗 但是你看这个财富杂志 讲说 你要小心哦 这个中国最大的 电动汽车制造商 恐怕会取代你特斯拉 讲的是谁 讲的是比亚迪哦 因为比亚迪 现在加速在扩产当中 那当然特斯拉也感觉到 这股压力啊 因为比亚迪 来势汹汹汹 CP值 人家觉得说 好像比特斯拉高一些 有可能今年就会超越特斯拉 变成全球电动车的 这个销售冠军哦 所以这个特斯拉 当然也感受到了 当然马斯克也看到 这市场上面的一个压力了 他现在开始 对于中国大陆的市场 不只是他特斯拉的布局 他现在连推特开始都有一些 好像反欧反美的动作了 人家讲说 这个BBC啊 也被推特给标注为官媒 让BBC气炸 就说 你这合理吗 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是官媒呢 其实不光是这样子 连美国的NPR 也被挂上了官媒 所以他感觉好像 已经跟这个 英国美国的一些 这个主流媒体 正在作对当中 甚至他连这个 推特的图标都换了 就本来中间有一个W 结果他现在变成Teter 人家讲说 你是要致敬TekTok吗 现在也要 看准这个中国大陆市场吗 这当然是一些花絮啊 不过我们来看看 美中哦 不是马中哦 这怎么回事 美中科技 美中科技 现在是不是进行到了 刺绣战了 首先我们先来讲 美国 他们的科技业 第一季才元16.8万 已经超越了去年的总和 所以人家讲说 哇 这是美国科技业的寒冬吗 也不一定哦 你看在美国的TikTok 虽然被封杀 但是你看看 现在排名在前面的 几乎都是中国大陆 出来的一些APP 比方说TikTok 比方说拼多多的 这个国际版 就是Tim 还有或是CAPCOP 就是剪映的这个国际版 或者是新 这些都已经霸占了 这个美国APP排行榜的前几名 都是有来自中国大陆的 这样子的背景 也有这样的一个创造力 那就有这个 华尔街日报就开始检讨 就说奇怪 为什么美国人离不开 中国的APP呢 人家讲说 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策略 来掳获了西方的Z世代 他们讲说 其实在中国的科技 也有一个术语 叫做刺绣 他说形容这种精益求精 不断追求的做法 他们是开始一个刺绣之战 他们用一个比较 这种不断在更新的方式 不断在微调的方式 那当然进步的速度 会比起你美国的APP快 所以像巧巧的中国大陆的APP 是真心的在美国市场 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也变成了美国的一个 警觉性爆发的一个地方 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其实刺绣这个观念蛮有趣的 他就是说 头过身就过 然后呢 你就说穿着衣服改衣服 也就是他就让你先尽量 先打入那个市场 然后中国庞大的市场 由市场来教导你 怎么样让这个产品精益求精 对 所以中国我觉得这个最大资产就是这种 这种巨型市场 这个巨型市场会给很多产品 一个最严厉的淬炼跟考验 所以能够在中国市场生存 如果是中国创造 在中国市场生存的话 那他已经经过14亿消费者的检验 那他拿到哪一个比较小的市场 他不会没有竞争力 中国市场虽然它是一个 都是中华文化圈 可是中华文化基本上是多元价值的 而且是多民族的 而且是还有很多 基本上是有多元的这种 这种区域特性也好 或民族特性 宗教特性都有 所以同一个市场放在中国这样 从一个产品放在中国这样的市场里面 他经过了考验 经过了淬炼 也不能说放租四海皆准 就已经可以注定他到其他市场 也会很有竞争力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市场的魅力 所以说现在你会看见 中国营业越来越市场化 所以他们也没有靠什么保护 也没有靠什么政府的补助 这些都是完全靠自己实力 你听说TikTok是跟中国共产党有关吗 有拿到政府大规模的补贴都没有 所以他是活生生靠自己的实力 在市场的吹链里面出来的 那能够在中国市场出来 说实话已经出类拔萃了 那拿到美国 所以很清楚的就进了 而美国正好在 美国现在正在走反方向 拜登搞了一个什么经济政策 说出来就是补贴政策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现在被拜登搞得天天在补贴 对你连最高端的这些 这个半导体你要补贴 而且这个补贴都很小 都好笑 你拿510亿美金 你以为多劳不起啊 我们台积电一个厂就150亿美金了 他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那财经验在美国一投资就400亿了 会贪图你那500亿美金的补贴吗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做法就是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 有时觉得他们真的脱节了 那这边讲到就是说 现在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还有整个西方世界 我觉得对中国大陆 现在是因为中国大陆 决起太快 那一种心理上的排斥感是很强的 那他现在还可以用行动来排斥 我当你的这个 我看你的科技功能 我当你的产品 让你拿不到我的科技 你的产品也不能进我美国 进我西方 这是短暂的现象 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的心理没有调试过来 我觉得有竞争力的产品 你越挡它 它会以更强大的姿态 重新再回到你的市场来 你也挡不住 你如果今天美国 把你中国产品挡在美国以外 十年以后你会发觉 美国跟世界比的话 它是一个落后国家 因为中国代表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有竞争计 不断有前瞻性的东西进来 你像这个拼多多的东西 像TikTok 美国能进吗 进到最后美国的行销 美国的这个社会的 最后这个讯息的传播 它可能就落后于 落后于中国大陆 落后于美国以外的世界 所以这个TikTok的影响力 已经让Twitter都要变成Teeter了 来 我们来老师 拜登已经宣布要竞选连任 我会强烈的建议 善用TikTok 因为你就使用 好好的用TikTok 那边网红最多 他能争取年轻选票 对 因为那是年轻选票 使用力量最大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强烈建议 拜登赶快组织你的团队 好好的进入TikTok 把它好好的使用到彻底 那您这样连任的激励就很高了 我对美国的政客 有关于对美国的财政的负担 我坦白说我没有信心 我觉得一旦成为政客 他就不会考虑他的下一代 嘴巴讲考虑下一代 但是您看美国的债台 债务是不是越来越高 越点越高 每一次都讲说 我们会债留子孙 但是每一次都在把债务的上限 再往上拉高 每一次都发生同样的情况 原因很简单 政客他考虑到 就是我现在要连任 我现在要解决问题 而不是后代子孙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现在美国的债务 其实是已经到 很严重的一个地步 哪一天破产了 但是对美国现在的政客来说 破产是以后的事 其实台湾的债务难道不低吗 还是难道不高吗 台湾的债务也很高 我都不晓得今天政府也没有 诚诚实实地公布 大家台湾的债有多高 我觉得美国的情况是这样子 特斯拉你也不得不又回到中国 而且继续扩产 特斯拉曾经也宣布要到美国去 回到美国去 但是当他回到美国 他很快地就会看到一个现实 就是你的定价定在什么地方 你的所有的成本都升高了 然后你的定价定多少 我觉得他回到中国大陆 再继续扩产 是他唯一的能够走的一条路 赵教授 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刺绣 我觉得蛮有意思 刚才杰大师也提到 我觉得这个刺绣 它不仅是精益求精的概念 我觉得它有慢工出细活的概念 慢工你看它刺绣 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 我觉得邓小平过去 他提出摸了石头过河 中国大陆 他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他很多地方 是从尝试错误的过程 就不断地从错误中来学习 他也犯了很大很多的错误 你包括文化大革命 三面红一大要劲 可是他慢慢 他可以了解到 这个错误在哪里 然后找出新的方法来 我想这是第一点 我们要看大陆这个 东西方 或者是中美之间 未来的一个竞争 经济这方面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台湾其实我们也同样 具有这个刺绣的文化 但是为什么 我们又走到另外一个步子去 所以我们要检讨 另外一点 我就是说 要注意到中国大陆 它毕竟它人口多 虽然他们现在少子化 大家都很担心 但你要注意到 人口多 现在世界的大国 刚刚提到的巴西 印尼 你要变成个强国 其实大国才有条件 对 我们看都是大国 这样的条件 那个大国 又人口多 13亿人口 他想14亿 我看现在应该 只有13亿多人口 人口多 对一个贫穷的国家 发展的国家 它可能是个债 它是个负债 它是个liability 但是对一个 它已经开始求温饱了 往向发展的时候 它就是asset 你看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富人家 富人家 小孩多就是个资产 对 穷人家 像我们那种穷人家 小孩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丹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 赵春山 大家好 国际事务专家赖月谦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大使接文集 翟轩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在中国大陆的联合立舰军演之后 紧接着美飞也展开了肩并肩的军演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来 4月8号到10号 这个是中方的联合立舰军演 在这里 那美飞的肩并肩军演 就在这边出现 所以人家讲说 哇 现在台海南海 感觉上都挺紧张的 这个解放军围台军演之后 马上美飞就展开了 这30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包含了这个日澳 就美飞日澳四国 1.2万的美军来参与 被解读说是要 嚇阻中方对于印太的威胁 那首度也以这个实弹来 集成目标船了 所以他们就说 这次是完真的 可是呢 中方还没有对此有所回应 倒是金正恩先回应了 金正恩就讲说什么 摊开南韩地图 还建制美军的这个基地 就讲说要嚇阻美韩的侵略 所以这个朝鲜也坐不住了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中方也有回应这件事情 就讲到说 这个南海争议 这个事情不容美非之间 来介入南海相关的争议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美国是不是真的想要把 这个台海 这个甚至是南海 这边的紧张 把全球通通都拖进来 首先看到麦考尔 讲到说 警告中国大陆不要用 这个动不动 就要用武力动武来控制台湾 这是2024大选对台湾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说中方一定是想要来影响台湾下次的大选 力图不必武统就来接管台湾 那如果我们想要达到这个避免开战的威慑力 我们就要赶快把武器运到台湾 那庞佩奥啊 甚至你看自由时报的报道 讲说他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 应对中方的这个挑衅 最佳的方式就是承认台湾是自由的主权国家 永远不要给这个中国任何分寸 这一番话让大家感觉好像当时 这个乌克兰 就是他们讲说 欢迎你来加入北约 他们讲说 好像有一点这种感觉 要把台湾推到这个战争最前线 甚至还有很多网友在那边讲说 鬼才信你了 你以前担任这个美国国务卿 是美国第四号的人物啊 你当时怎么不说你卸任了 才开始在讲说台湾是主权国家 还不就是为着你自己的这个政治红利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的美国议员 现在都开始在讲一些话 人家讲说 这个葛瑞姆啊 讲说支持向台湾派兵啊 愿为台湾而战啊 那很多的美国的网友在那边讲说 你根本是战争贩子哦 那讲说这个 这个葛瑞姆每次都要牺牲美国军人 以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啊 他不是士兵的朋友 所以连美国自己本身都反弹啊 还有金融时报也有专栏哦 就说现在台湾至关重要 因为台湾有先进的半导体哦 所以呢 可以让这个北京哦 得以掐住全球经济的咽喉 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希望 这个中美之间开战哦 但是现在有时必须为了战争做准备 为了维持和平哦 应该全球都要备战 所以现在全球通通要被扯进 这个台海的紧张当中了吗 可是哦 你看看一些美国的盟友 感觉上面已经开始悄悄做切割了 比方说菲律宾 菲律宾哦 他们向国内哦 引发了一个声讨 就在这个美非兼并兼军演的同时 他们国内开始有声音啊 讲说哎为什么我们要去充当台海冲突的第一线啊 关我们什么事啊 我们干嘛扯进去哦 你看看这小马可氏的姐姐啊 他是参议员的哦 他就讲说问这个防长啊 讲说哎我们跟台海冲突有什么关系啊 哎我搞不懂这件事情 跟我们有什么关联性哦 我不明白 所以他就是有一个质疑的声啦 那小马可氏对于这件事情哦 他也讲到说 因为现在不是有 呃有四个军事基地吗 是不是跟这个台海冲突有关 你是不是要给美方来使用呢 他讲说我不会允许我们的军事基地哦 被用于任何进攻行动 他是要来保护菲律宾的 他就已经很明确在做一个切割 赶快哎我不是美国队哦 那另外尹席月也有被解读啊 你看 在这个台海冲突当中哦 他想要置身事外 虽然他一边在深化这个韩美同盟哦 可是他讲说 其实他避免触及台湾安全议题哦 也避免激怒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大陆 所以其实你看韩国也好啊 菲律宾也好 很希望赶快脱队了 那再来大家看到马克宏 人家现在给他一个封号叫做 化身为全球最大以美论者啊 因为他去到了中国大陆访问之后啊 他现在高唱欧洲战略自主哦 那对于拜登寻求欧洲合作抗中哦 泼了一大盆冷水啊 因为他讲说台湾议题 欧洲不应该要随着这个中美 就是随着美国来起舞啊 应该是 这怎么会多一个中 随着美国起舞啊 那这个他接受的像是这个 法国的回声报 还有美国的Politico的专访的时候 就在回程的时候 在飞机上专访 那他们其实哦 都讲说 马克宏因为访问之后 要看一下你写出来的内容为何 那他其实讲得更直白 有一些更直白的话 但是后来是被这个爱丽社公给删除了 可是他们还是很隐晦的讲出来说 他们这个中国关心统一哦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台湾是一部分 了解他们思考的方式很重要 那矛盾的是欧洲认为自己是 美国的跟随者哦 欧洲必须要回答的是 升级台湾危机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呢 不是的哦 他是这样子委婉的讲了出来 然后呢我们看到了 现在在台湾很多媒体一样讲说 哇很多全球议员联署啊 说要来尊重台湾啊 讲到很多欧洲议员啊 这三十多位他们就讲说 发了联合声明说 你不代表欧洲 那我们就去查一下 欧洲的议员到底有多少人哦 有705人哦 可是我们台湾媒体只告诉你说 哇三十多个人都站出来 可是看起来好像是占少部分哦 但是已经开始在渲染说 啊你看马克宏都在站队啊 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带头啊 要出征马克宏哦 你看到像包含了像华尔街日报啊 也在那边讲说 哦马克宏在台湾议题上犯大错 削弱了 嚇阻美国的力量哦 是不是在带头出征 甚至还创了一个新名词叫 Macronin嘛 叫卖欧求荣哦 现在开始在讽刺他了 我们来首先问一下杰老师 马克宏他最近尤其到大陆访问哈 其实我觉得从美国角度来看的话 还有美国所谓的 他的所谓联盟帮体系啊 当然还是就是美国的角度来看啊 他应该是在美国主导的 现存的既有的 目前的当前的国际秩序中 跟美国是第一个 怎么讲呢 打响反美第一枪的一个 西方大国的领袖 什么叫反美第一枪呢 就是美国现有的国际秩序 当前国际秩序 第一个 以乌制俄 以乌克兰来制 来制 来好 这个好 抑制俄罗斯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以台制华 以台湾来 来遏制中国大陆 那么虽然在俄乌冲突上 这个俄乌的这个好 这个战争里面啊 乌克兰 不 法国基本上还没有跟美国的立场 完全这个好 所谓的背道而驰 然后呢 等于争锋相对 可是呢 在美国的以台制华的这个 这个政策上 策略上 这个这个作为上面啊 马克宏是第一个 对美国这个政策完全提出相反 而且是一种 等于说是对抗性的一种论述 那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的话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呢 绝对会发起一连串声讨 马克宏的这种 他现在 议论公司 被美国定调是中共同路人的意思 对这个才开始了 就是说他一定要抑制 因为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以台制华的这个重大策略来讲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因为这会引起骨牌效益 而且今天法国并不是一个怎么讲呢 国际社会的无名之辈 他有他强大的影响力跟代表性 那么很多欧盟国家很可能会跟进 所以在这个时候 美国不管从任何角度考量 他一定要对马克宏进行严厉的围剿 那现在你看这还是刚开始 我跟你讲 这只是口头的 食物上还要法国付出代价 美国作为世界盟主 不要小看他 他不是嘴巴讲的 他都是拿着什么 后面拿着一个钉锤 拿着一个棒子 甚至拿着这个洋枪大飘 在后面等着你 所以马克宏应该知道 他讲这句话 他是有足够的准备的 因为美国不会放过他的 因为这个马克宏讲了 这个台湾问题跟我关 没有关系啊 跟我的主要利益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而且是在中国大陆讲的 这是已经美国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已经超过美国 容忍他盟邦言行的底线 所以马克宏会被继续围剿 当然马克宏这次代表他所谓的欧洲自主 战略自主的策略来讲 他在中国大陆有两个事情 最让美国人感觉到无法接受 第一个就是台湾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他讲到经济贸易上 绝对不可能跟中国脱钩 所以这一点的话 也是美国无法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马克宏跟美国之间的 这个所谓的开始的碰撞期 或者说是一个斗争期 已经开始了 裂痕可能会越来越深了 我们来请教一下赵教授 对我想你根据主任刚刚提到的几点 我想说明一下 第一点 我觉得这个美国国会议员 这个麦考尔 他说了个大白话了 那么中共确实是不会透过武力统一 来解决台湾问题 他讲的真的是大白话 但是美国担心的呢 就是他用和平统一 你如果用武统的话 美国倒是找到了借口 我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想这次紧接了三天的中共的军演以后 那么美菲甚至澳洲日本等 他可能展开一连串的军演 那么虽然是指东海 但是他的对象还是在中国 那么我想他是借三天的军演 借题发挥 那么主要是他要选择在南海 这个南海对中国来讲是很麻烦的 因为南海它涉及到很多伸索部 它不像台海问题那么简单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看准的中国 不愿意在这个南海这个问题 把它搅得很复杂 因为中国一般的政策就是 这个各自主权嘛 各自争议的共同开发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现在把 这个问题一吵到南海以后 把台海跟南海连在一起的话 甚至于北韩现在也存存欲动嘛 最后变成一个四海连动 我想这样一个是美国希望把这个问题整个把扩大 扩大来看 扩大来弄 那最后我想谈谈这个马克宏这个问题 基本上我同意刚才杰拉斯讲的这个是 法国这个独立自主 其实我们赖教授他也是一个法国问题专家 我个人因为我以前写论文的时候 正好我是写了欧洲安全合作会议 其实早在 我觉得早在50年代 当时这个法国的外交外长 叫做Robert Shuman 他提出这个欧洲 欧洲媒体联益的时候 他主要是希望透过欧洲的整合 从一个经济上整合 希望慢慢走向一个政治的整合 也就是建立一个所谓 我们讲United States of Europe 一个合中 欧洲合中国际 但是这样的一个理想 当然是比较乌托邦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看到欧盟 然后欧洲议会 甚至欧元等等 但是离一个所谓的欧洲合中国 政治整合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但是它凸显出来 这个法国跟美国之间 它是基本上早在冷战时代 其实法国就要脱离美国 独立自主的路线 你看到戴高乐后来提出 这个所谓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山这个概念 那当时他的这个概念里面 是以法德为中心的 他甚至想把英格鲁萨迅 就逐出这个欧洲 大欧洲 或者小欧洲之外的 所以当时戴高乐他采取就是希望能够走独立自主这个路线 你应该记得当时这个美国他当时全力支持中华民国 这个政策 那后来当戴高乐他那时候承认中国 要承认中共 他就是不要走美国同样的路线 所以这个法国当时承认中共对台湾的影响是蛮大的 可是当时那个老将军 戴高乐他也派了一个二战时期的老将军到台北来 他事先他是要跟那时候蒋介石 让他了解我们要承认 但是这个中共 但是我们愿意走两个中国的路线 可是老蒋那个说句是汉贼不两立 可是至少他很早就来告诉你台湾方面你要做这个准备 当然不像美国了六个钟头以后才之前才通知你台湾 所以我觉得法国这个独立自主的路线 它是由来已久了 好 来请教赖教授 菲律宾的小马可是这一次在提供四个军事基地给美国 然后跟美国办了这个年度的 我们再强调是年度的军演 他本身的理由 因为他的国内已经遭到一些很大的反对的声音了 例如说前任的总统杜特蒂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你这样做对菲律宾能带来什么好处 然后他的姐姐也批评说 你这个弟弟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这样做等于是 使菲律宾卷入了跟中国大陆之间不必要的战火 所以小马可是马上对外的宣布 是说他们不会让他的军事基地 给美国去作为攻击第三国 也就是跟中国大陆交战之用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问说 那你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军事基地给美国人用 他说就是让美国人来保护这个菲律宾 可是大家在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有谁会去侵占菲律宾 就没有办法回答了 除非你讲到的是南海之间的像中叶岛 或者是其他的岛屿的一个主权的争议中 你要把美国带来跟中国大陆交战 那这点大家一般来讲都不太认为 美国敢在南海的岛屿的主权中 跟菲律宾站队跟中国大陆交战 大家都认为是不可能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小马可思等于是给自己带来的一些麻烦 因为大陆现在对于菲律宾的很多的 之前的合作 那它步调会放慢 甚至还会冻结的说不一定 这对菲律宾的未来的经济发展 不见得是好事 麦卡尔尔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讲 他说唯恐两岸不搭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心不好 不干净 那蓬佩奥已经是一个失意的政客了 所以他的讲话越来越偏激 已经脱离一般的 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常规 坦白说你说对中国大陆 什么都不要客气 要不要有任何分寸 其实你这样做大陆 难道对你也不会这样做吗 所以事实上而且你也做不起 即使你今天当总统你也玩不起 更何况 你在共和党目前来讲 你的支持度垫底 排名最后 而且他讲那么多去 蔡英文去他也不见 他也不敢见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 已经走得太过于偏激了以后 我觉得他影响力就一直在往下走 马克宏其实他讲出欧洲人的 内心里面的真正的话 也就是欧洲人 其实他们一直认为说 应该跟台湾议题脱钩 对 那跟台湾议题脱钩的话 他们就有更大的空间 跟中国大陆有个正常来往的可能性 因为之前绑在台湾的议题上的时候 例如说美国人要求 这个欧洲要跟美国人站队 在台湾的议题都必须跟他一致的情形下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跟欧洲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欧洲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去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 那么双方之间的气氛如此的尴尬 那这个就代表说中欧 因为台湾的问题就很难再往前走 其实欧洲人他们真的想把台湾议题摆在一边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人不同意欧洲人把台湾议题摆在一边 他们要欧洲要跟美国站队的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那马克网是第一个站出来说 把台湾议题跟中国大陆脱钩吧 这样让我们两边能够正常来往 可是我们很明显的已经看到美国发动舆论战了 也就是说美国的认知作战立刻展开 您看到所有的网路上的攻击 其实就是美国人一手操控的网路上的攻击 就开始攻击这个法国的总统 现在我们也在注意 法国自己内部里面有哪一些人跟美国的民主基金会 或是跟美国的国会有关的这些记者 也会开始攻击他们自己的总统 这个都有可能会发生的事 感谢观看